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至被查 火荣贵的倒下 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 其中一个原因 是在他任务卫市委书记时 当地曾发生饱受批评的抓记者事件 2016年初 驻武威市的兰州城报记者张永生 以及兰州外报西部商报等三名记者先后失联 当地称 三人涉嫌敲诈了所罪 张永生被捕 令两人取保候审 事后 张永生没有被起诉 事件背后的操纵者 当然是火荣贵 他之所不爽几位记者 是因为他们太不识相 多次在报纸上发布武威的负面新闻 除了抓记者 火荣贵还曾砸过甘肃日报驻为记者站 原站上马顺龙的车 号称马爷的马顺龙在武威工作三十三年 自诩地投舌 一直将自己的车停在市委领导专用停车外 火荣贵上任后不久 有一次看到车位被炸 吵起枕头就砸了过去 灵气十足的马顺龙发现后 律师委书记大吵一架 之后 马顺龙主动服软 急急向火荣贵抗拢 两人遂定气勤奸 打得火热 火荣贵被免职后不久 马顺龙也被带走调查 今年6月15日 兰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已把对马顺龙已涉嫌魔用公款 利用影响令受贵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火荣贵被查之后 有基层干部在朋友圈 晒出在家中放了许久的颠炮 配安准备下的炮 今天该放了 长安街知识微信爱帝 capitalus注意到 当天大会上出镜还有火荣贵的老搭档 吴维元室委副书记陶军峰 这名出生于1973年7月的年轻干部 曾任兰州市长助理 市发盖委主任 西顾区委书记 副市长集团省委书记 2016年10月转副委认识委副书记 然而仅仅半年之后 也就是2017年4月 他就被宣布接受调查 通报显示 此人除了连财违规战用单位公寓 向其他干部赠送明显超出正常 往来的礼金 还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 冒取政治资本 陶军峰在兰州任职的中后期 时任兰州市委书记 来甘肃守虎路武城 才于2015年1月落马 因省会1626万余元 于2016年11月 北溪安中院一审判处有期 徒刑12年罢 罚禁100万 最近 多个省市在警示教育大会上 现场通报 安建安情 领参会者印象深刻 熟级临省召开全省警示教育大会 新检察署的19名 严重违纪违法领导干部的相关案情现场公开 级临省纪委经委主要负责人 职严部会地点出这些人大告宣词文化 加天下的违纪违法行为特征 7月24日下午 面向江西全省党员领导干部的警示教育大会举行 大会以视频会议形式 开到县一级 全省一望于党员领导干部 同时接受警示教育 会上 江西原副省长李皇 府州市委员常委 副市长吴建春 盛能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 当委副书记李梁氏 省公新委员党组书记冷新生 九江市委员常委 沐青城市委 袁书记黄云等八人亮相警示教育片 他们都是全省党员干部而闻目睹过的 顺序共事过的人 江西省委书记 省长刘琦 在会上 语众心强的说 世上没有后悔要 人生没有反程票 开这样的警示教育大会 就是要让全省领导干部感到震动 顶忠长宁 据一反三 引以为戒 不断增强政治定力 戒律定力 道德定力 金服定力 让看片人莫成片中人